大家好,現在分享我做的排骨蘿蔔湯 為了湯更香,我泡了6個香菇 先洗一下再泡 讓外表的灰塵先洗掉了 這是超市買來的1.25磅的排骨 洗乾淨後再泡一會去血水 利用這個時間切一些蔥段和薑片 再把這個約2磅重的大蘿蔔切塊 香菇有些大,1分為2切開 把排骨從骨頭中間的肉的部位切開 太肥的地方就不要了 排料就備齊了 把排骨冷水下鍋 放一些蔥薑 加一些料酒,指排骨去腥 煮開後看看有許多血沫 我是用筷子,一一把排骨夾出來 這樣會比較乾淨 用漏勺那會撈出很多血沫 撈出後放溫水裡洗一遍就可以了 把排骨從溫水裡撈出來放鍋中 不斷翻炒 不斷翻炒 在肉稍微炒香的時候 放入香菇,蔥薑和蘿蔔 翻炒均勻 翻炒均勻 然後加入開水,沒過排骨和蘿蔔 蓋上蓋兒中小火炖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後 嚐一嚐肉有沒有比較爛 加入適合自己口味的鹽 我是加了兩小勺 為什麼不早加鹽呢 因為我們是煮湯喝的 早加鹽那個鮮味就出不來了 加入鹽以後再小火炖二十分鐘 前後一共用了一個小時 這時候打開鍋蓋兒 香氣撲面而來 香氣撲面而來 撒野蔥花,盛上一大碗 湯很鮮,肉和蘿蔔都很軟爛 吃得舒心 謝謝大家收看 歡迎訂閱點贊轉發 再見 恭喜 天 天 謝謝